没心没肺 活着不累 遇事不丑 人间顶流 刘雨昕 无所谓 哥玩了就是好心态 刘雨昕21岁就高中静止 因为相当有才 当唐顺忠李宋登记之后 就迫不及待的摇人 抓着刘雨昕就要干一票大的 元气满满的干了半年 就把当时的三大势力全给得罪完了 结果唐顺忠李宋光束下岗 刘雨昕也被一脚贬到了朗州 当了司马 你觉得刘雨昕人生不如意吧 人家在崇山恶水的朗州 是越带越起劲 你听听他说啥 无所谓 这秋天落幕吗 我就觉得挺好啊 万里晴空 还有一只仙鹤在那扑腾 这还搞得我失忆直冲天灵盖 一晃十年过去了 刘雨昕又被唐顺忠李宠给召回了京城 刘雨昕一激动 当时就上头 银尸一手 你们别看这些桃树挺好看 还不都是我老刘 离开后才中的吗 你们这群渣渣 要不是我走了 轮得到你们吗 这首是得罪了当权派 收得一下 刘雨昕又被贬了 刘雨昕那大心脏并不在意 只见空中飘来五个字 那都不是事 老船再出发 老树也能开心花 刘雨昕在河州做刺史时 河州支县还故意刁难他 只给他一间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 人家刘雨昕根本不生气 大笔一挥 必备小扣文 弄是名 出炉了 我品德高尚 德行美好 在简陋的房屋 我都能让他蓬毙生辉 在外又待了十三年后 刘雨昕又被召回了京城 刘雨昕一激动 又迎失一手 难逃数一棵都没剩下 而我老刘又回来了 就问你们这群新渣渣 惊不惊喜 刺不刺激 这当权派换了几拨 终究还是没能逃过 一遇老刘就被怼的命运 果不其然 一番操作后 刘雨昕又被贬了 此时刘雨昕毫无波澜 无所谓 贬得好啊 正好养老了 晚年的刘雨昕 挂着闲职 拿着俸禄 整日游山玩水 愉快的 活到71岁 无所谓 刚玩的就是好心态 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